她是学冠中心的传奇女子 更是慈禧身边最宠爱的御前女官 在当时能让慈禧太后喜欢上 这种看起来能够射人魂魄的奇迹尹巧 离不开她身边的御前女官 德灵 一位不是公主的公主 一位乱世中命运多舛的中国女人 而德灵的父亲根本就没有满足血统 所以德灵自称为公主 自然就是无稽之谈 两岸秘密大案为您揭秘 慈禧的御前女官德灵 敬请期待 1903年的一天早晨 在颐和园的一个庭院里 慈禧太后端坐在椅子上 她面前一位叫德灵的御前女官和她的哥哥熏灵 正摆弄着一个黑匣子 这时候一个小太监 好奇的 小心翼翼的探头 往黑匣子里看 突然她惊慌地大叫道 哎呀呀 老佛爷 您怎么头朝下坐着呢 慈禧太后也赶忙凑过来 往黑匣子里看 刚一探头 她就吓了一跳 黑匣子里的太监们 也是头朝着地 这时身边的御前女官德灵 赶忙向慈禧解释说 这是西方的照相机 透过相机的取景器看起来 东西是颠倒的 但是照好之后 洗出来的照片就震过来了 慈禧听了 感到很是好奇 她对眼前的这个黑匣子很有兴趣 随后就迫不及待地坐到椅子上 让人给她拍照 于是慈禧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诞生了 此后慈禧太后 算是喜欢上了照相 这项新鲜的玩意儿 她拍了不少照片 如今也都成了珍贵的历史档案 在当时能让慈禧太后喜欢上 这种看起来能够射人魂魄的 奇迹银巧 离不开她身边的御前女官 德灵 不仅仅是照相 以后的日子里 慈禧身边的这位刘过阳的女官德灵 给慈禧带来了众多西洋玩意儿 还经常给慈禧 讲解西方的趣事及经济文化 因为活泼天真的性格 老量的社交能力 德灵在慈禧的身边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成为了紫禁城八女官之一 德灵 原名玉德灵 1886年在湖北武昌出生 童年是在荆州度过的 德灵在家排行老三 他有两个哥哥 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他们的父亲玉庚是清朝的官员 负责掌管宜昌 吴湖等 岩浆口岸城市的洋务事宜 1894年甲午战败后 清廷急缺一名日本公使 于是德灵的父亲玉庚 被派任外交官前往日本 德灵和妹妹荣灵 以及二哥熏灵 在很小的时候 就跟着父亲常住国外 随着父亲职务的变迁 兄妹三人也辗转在各国学习 在日本的时候 姐妹俩向红叶馆的舞师 学习了日本舞 在日本大理官处 学习了相关的外交礼仪 之后 玉庚调任住法国公使 德灵熔灵便也一同去了法国巴黎 在国外生活的日子里 德灵对西方文化 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尤其喜欢卢浮宫的金碧辉煌 埃菲尔铁塔的雄伟 还喜欢邓肯的舞蹈 大小众马的小说等等 此外 她的妹妹熔灵 还向舞蹈大师邓肯 学习了现代舞 还在邓肯编创的 古代希腊神话舞剧中 熔灵还扮演了角色 而二哥熊灵 也学会了许多新鲜的洋玩意儿 比如摄影 马术等 在法国期间 熊灵还曾经参加过化妆舞会 扮演过拿破仑 颇受当地媒体的关注 1903年春天 德鲁兄妹三人随父亲回到了北京 在国外生活的六年时间 开阔了兄妹们的事业 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他们不仅精通各国国情 还通晓了多国的语言 尤其是德鲁 通晓八国语言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资本主义列强 先后对中国发动过 五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面对列强的烧杀抢律 清政府却无力招架 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 不平等条约 自此 中国一步一步地 沦为了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1900年的春天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 慈禧带着光绪仓皇西逃 最终 清政府已签订薪酬条约 割地赔款 才求得西十年人 1902年慈禧回到北京 昔日华丽威武的皇城 此时 已经变成了一座死城 慈禧对洋人恨之入骨 可事到如今 他自己也明白 当务之急 就是要挽回 威严与信誉 以前 慈禧对洋人 那是不屑一顾 甚至 是拒之门外 但现在 他想要避免正面冲突 又急于讨好各国 因此 他想通过各国使节的夫人 来进行所谓的夫人外交 攀附帝国主义势力 以保持独裁的统治地位 从庆亲王的口中 慈禧得知 玉庚的女儿通晓外文及西方礼仪 便下旨 赵德陵 荣陵姐妹俩入宫觐见 当时的德陵 还只有17岁 在启程去颐和园的那天 德陵第一次被颐和园的圣经所震撼 高高的红墙 在山间高低起伏 曲曲折折围住了整个宫廷 黄的绿的琉璃瓦 在明亮的阳光下 构成一幅绚丽的画卷 一切建筑都显得 那么的美丽和雄伟 常居外国的德陵 此时并不知道 清朝已是摇摇欲坠 苟延残喘 慈禧在见到姐妹俩后 十分的高兴 决定将这俩姐妹 留在自己的身边 担任外交翻译 刚进宫没几天 姐妹俩就听闻 俄国大使的夫人要求见 这一次会面 慈禧特意带上了 精通多国语言的德陵 为她进行翻译 果然有了德陵的帮助 整个交谈过程 都十分的顺畅 会面结束以后 慈禧太后 非常高兴地对德陵说 以前从来没有人翻译得 像你今天这样 我虽然不懂外语 但我看得出你讲得很流利 有时候外国女子也会自己带翻译来 但我一点都听不懂她们的中国话 我实在喜欢你 我要你一生跟着我 就这样 德陵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外语才能 和天生伶俐的口才 成为了慈禧身边的御用翻译官 也一跃成为了紫禁城的八女官之一 在这一时期 慈禧太后的照片中 几乎都能看到德陵的影子 而她的妹妹荣陵 也因为精通舞蹈 成为慈禧身边的御用舞蹈家 在与各国夫人的交谈中 慈禧对西方的东西 也是越来越好奇 以前她只是道听途说一些传闻 自从德陵入宫以来 她变成了慈禧的百科全书 对慈禧的可笑的提问 德陵都一一解答 她广阔的见识 很快被赢得了慈禧的喜爱 《清宫二年纪》 是德陵写的一部回忆录 她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 讲述了在宫中的建文和生活 她见证了一个没落王朝 走向衰王前 最后的挣扎 刚进宫时 德陵才17岁 因为多年在国外的游历 她甚至还想伴随慈禧太后的身边 可以劝劝慈禧 来一场革新 听说太后有意思 要留我们在宫中 若真是这样 我们可以有个机会劝劝太后 并且帮助她 把中国的政治来一份革新 想到这里 我觉得非常兴奋 我发誓 尽我的力 使中国成为一个前进 富强的国家 受到慈禧宠爱的德陵 在宫中过得无忧无虑 只是她小小年纪 还远远不明白 这深宫大院内的残酷和险恶 时间长了 德陵便发现 对自己万般宠爱的慈禧 经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变得冷酷无情 比如说慈禧 会因为今天的饭菜不好吃 而责罚厨子 宫女帮她拿错了袜子 她就要她们互相扇耳光 一次 太后甚至非常严厉地责骂了德陵 说是德陵的头发不合格 可当时的德陵跟平日里 并没有什么良样 如此的喜怒无常 让德陵逐渐感到 依稀的恐惧 随着慈禧对德陵信任的加深 她不仅让德陵常伴自己左右 还给她新增了一项工作 口译英文报纸给慈禧听 一天 德陵在为太后翻译关于战争的消息的时候 一条新闻引起了德陵的注意 新闻的大致内容是 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 已从巴达维亚到达新加坡 德陵便把这条消息一并读了出来 不料慈禧听后大怒 愤怒地对德陵说 康有为是中国的祸首 自从皇帝见了他便想维新 慈禧大骂康有为是个叛徒 甚至还想囚禁自己推行新政 见到慈禧的这般反应后 德陵再也不敢向太后 提出维新的话语了 同时他也意识到 慈禧太后根深蒂固的腐朽观念 已经很难被改变 尽管当时的亲王朝已是日薄西山 皇室的衰败仍然阻挡不住 西方科技以及新技术的诱惑 照相成为了晚清皇室 最钟爱的消遣形式之一 其实慈禧太后在接受照相技术之前 一直是非常抵触的 但是慢慢的 他也忍不住好奇起来 慈禧知道德陵旅居国外多年 见多识广 便问德陵会不会拍照 德陵回答说自己的哥哥会 慈禧便欣然同意德陵的哥哥熏灵 进出公庭为自己拍照 这个慈离虽然在外国生活多年 实际上除了摄影 在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建树 好在摄影技术十分的精湛 1903年 在德陵的推荐下 慈禧成为了慈禧的第一位御用摄影师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关于慈禧的照片 几乎都出自于此人之手 慈禧虽然是慈禧的御用摄影师 有时也会给后宫里的妃子们照相 不过同样是拍照 他在给慈禧拍照片时 总是会尽量找好的角度和光线 以求得慈禧的欢心 而对于给妃子们拍照 可就没那么用心了 于是在照片洗出来后 经常会有妃子嫌他拍得丑而不满 故意刁难他 他是光绪皇帝的英文老师 也亲眼目睹了光绪的报复和无奈 在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当晚 光绪帝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将所学的传统治国经书 统统复制一军 半钧如半虎 慈禧太后的冷酷无情 让德陵感到无比的恐惧 德陵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 看着这被打了皮开肉战的太监 德陵感到不寒 前女官德陵 两岸秘密大案正在揭秘 在很多人的心里 皇帝的妃子 想必 起码得有几分姿色吧 实际上也多亏了这个熏灵 才能让我们今天 看到当时宫廷里的众位妃子 都长什么样 说实话 这一张张妃子的照片 有的确实让人不敢恭维 所以有些妃子觉得是熏灵 把他们拍丑了 故意刁难他 熏灵受了委屈 便在慈禧的面前告状 慈禧听闻后 便下了一道特殊的意志 大概的意思是 不可以强求熏灵 自己长成什么样 拍出的照片就是什么样 这之后果然没有人 再敢找他的麻烦了 自打慈禧喜欢上照相之后 便经常让德灵 叫熏灵入宫拍照 有时候光绪皇帝 也会来围观 一来二去 再加上受到慈禧的宠爱 德灵也逐渐地 和光绪皇帝 有了更多的接触 其实德灵早就见过光绪了 有几次早朝的时候 德灵在慈禧身后的屏风里 还偷偷地窥探过他 德灵起先觉得 光绪显得有些木论 而且话很少 有时候慈禧征询他的意见 他也是迎合慈禧的意思 简直就像个木偶摆设 根本没有一点 皇帝君临天下的样子 不过 随着接触越来越多 德灵的这个印象 很快就被颠覆了 德灵在宫中那两年 不仅要给慈禧做翻译 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教光绪皇帝学英语 每当德灵去给光绪上课时 他总感觉光绪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刻于时间 光绪总爱问德灵一些问题 有可能是圣诞词 也有可能是一些关于西方的文化 当谈到这些时 光绪的两眼显得神采奕奕 甚至会大笑 也会开玩笑 和在太后面前 简直是判若两人 这种极大的反差 一时间让德灵感到十分的不解 几节课后 德灵很快就和光绪帝熟络起来 随着了解的深入 德灵发现了光绪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也从光绪的口中 得知了在自己进宫之前 光绪帝的悲惨经历 在清宫二年纪中 德灵是这么说的 他屡次告诉我 他对于自己国家的报复 他希望中国幸福 他爱他的百姓 逢到饥荒水汗的时候 他几乎愿意牺牲一切来救助他 我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这些事情 是如何的关切 当时衰弱的晚清危机四伏 在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当晚 光绪帝把自己关在书房 将所学的传统治国经书 统统复制一军 随后不久 光绪开始学习英语 立志要向西方学习 除弊革新 挽救垂死的大清帝国 1898年6月 在维新人士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积极推动下 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事诏书 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在此次变法中 光绪帝一共颁布了108道预制 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 然而新正在推行过程中 却遭到了守旧势力强烈的抵制和反对 不过 一向英语守旧的慈禧 此时却对这次的变革 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这让光绪自己都感到有些不解 实际上 慈禧认为 此时的光绪虽有亲政之名 人无亲政之实 在推行变法之前 光绪还从未在大事上做过主 但没有立即阻止光绪 只是因为当时的清朝已经是风雨飘摇 确实需要新的措施来挽救 同时 面对诸国列强的局面 慈禧认为 不如把光绪放在前台 自己以退为进 在背后保持对光绪这个傀儡的控制 然而 慈禧觉得一切都摆秘而无一书的时候 袁世凯却向慈禧的宠信融入 泄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光绪变法中有一项举措 是剥夺慈禧的权利 甚至还要囚禁他 慈禧得知后立刻火冒三丈 1898年9月28日 慈禧下诏将戊戌变法的新政全部废除 并且通缉捕杀所有参与变法的维新派人物 这次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 历史上也称之为百日维新 从此光绪皇帝被慈禧长期软禁于迎台 除非慈禧的允许不允许见任何人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 光绪的政治生涯已经宣告结束了 1904年5月15日 那天早晨 得灵照常去给太后请安 正碰上慈禧在梳头 伺候慈禧的太监们都知道慈禧有一个极为古怪的癖好 就是在梳头发的时候 不允许有一根头发姿掉下来 但是那天经常给慈禧太后梳头的太监病倒了 以前那个太监很聪明 梳头是有头发落下来就偷偷藏起来 可今天来带班的这个太监是个老实人 他见着有头发落下来就顿时有些慌张起来 慈禧在镜子里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 便问道 有头发掉下来吗 这个太监支支吾的说 是 太后顿时大怒叫道 替我把他放回头上去 粘捞他 这个太监顿时吓哭了 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 德灵见此也帮忙求情 可慈禧依旧没有消气 叫人当场把这个太监拖出去 重打了五十大板 德灵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 看着这被打了皮开肉绽的太监 德灵感到不寒而离 1904年10月 距离慈禧七十大寿的日子临近了 恰逢慈禧过寿前 北京下起了大雪 那天慈禧性质很好 他特地找来了德灵姐妹 陪他供赏颐和园 此外还专门叫来了德灵的哥哥熏灵 为他们拍照 当众人到达颐和园时 那里已经是一片银白色的冰雪世界 德灵毕竟还是一个年轻人 看到眼前的美景 他暂时忘却了宫里的残酷 在这张照片中 他轻易地挽着慈禧 沉浸在这一片洁白无暇的世界里 当时他们谁都不曾想到 这会是他们在宫中留下的最后一组照片 这是慈禧赐给德灵的一个寿字 赏赐时间是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八 也正是慈禧七十大寿的前两天 慈禧写寿是他的一代癖好 他常常把自己写的寿字赏赐给别人 但是赏赐的都是立了宫的王公大臣 很少有给后宫嫔妃的 更别说是那些伺候过他的太将宫女什么的 可见慈禧对德灵的喜爱非同一般 而且在举行七十寿臣的万寿节时 慈禧太后还当场破格封赏德灵 荣灵为郡主 1904年秋天 德灵偶然听到了慈禧与荣禄的谈话 德智太后想将他许配给荣禄的儿子巴龙 德灵满心的不愿意 但他深知慈禧的性格 于是就求光绪皇帝帮他出主意 光绪提议让德灵出去避一避 他答应替德灵满过慈禧 以尽孝心为由 派德灵去天津给太后 置办一些夕阳的西汉年货 未尽孝道 德灵奔赴上海 临行前 光绪突然用英文向他作别 此时的两人 其实都心知肚明 这一遍 这一辈子 恐怕是再也不能相见 一见钟情 他嫁到美国 命运无常 同事爱子的生活 又该何去何从 中年丧死 丈夫又离开了自己 德灵内心的滋味可想而知 死后的日子里 他一直孤身一人生脱 慈禧的御前女官德灵 两岸秘密大案正在揭秘 到了天津之后 德灵便以公事为由 被安置在位于天津的格格府 希望拖延回宫的时间 一年后 德灵得知 父亲育更患病 便直接转道去了上海 不久 待父亲病情好转 德灵不得不 又奉命回到了宫中 1905年 德灵收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 便立即起身去上海 离行前 他向宫中众人道别 光绪皇帝也亲自赶来 眼神中流露着不舍 当德灵起身要离开的瞬间 光绪突然用英文和德灵作别 此时的两人 其实都心知肚明 这一辈 这一辈子 恐怕是再也不能相见 果然 德灵的父亲玉庚 在1905年12月18日去世 德灵代孝百日 最终 也没有再回到宫里 德灵在上海的日子里 认识了美国住户副领事 塞迪斯·雷蒙德·怀特 两人一见钟情 并很快坠入爱河 1907年5月 德灵与怀特 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开始了自己在上海的新生活 尽管德灵离宫已久 有时他也会怀念着宫中的生活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自己离宫三年后 竟然同时得到了光绪和慈禧的死讯 1908年11月14日 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 孤独地死去 第二天的下午 慈禧也断了气 终年74岁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 先后去世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 光绪死在慈禧前面 前后仅仅相差了22个小时 这不是巧合 而是一场处心积虑的谋害 得知这一消息后 德灵的心情非常复杂 自己虽然在慈禧身边陪伴了两年之久 没有做出什么令慈禧产生改变的事情 他也知道 在历史的大事中 自己的力量微乎其微 随后 德灵决定将自己人生中的 这两年特殊的经历写出来 1911年 德灵的第一本英文回忆录 《清宫二年纪》诞生了 书籍一经面世 贬义版再版 成为了当时流行一时的畅销书 在《清宫二年纪》中 德灵以自己的生活视角 详细描述了1903年到1904年 《清廷内院》的生活实情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 清宫生活珍贵的史料 为后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 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和参考 在书中 德灵还详细描写了 慈禧太后的饮食起居 服饰装扮 言行举止和习性品格 也向西方介绍了 中国封建统治者生活的实情 此外 书中的许多章节和一些重大事件 相互印证 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清宫二年纪》的出版 也引起了清末怪节 孤鸿鸣的极大兴趣 他一见此书便拍手叫好 当即写下文章 凭德灵柱《清宫二年纪》 投寄给在上海的英文报纸 《国际评论》予以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 孤老先生一改主张妇女 三从四得的人生信条 满腔热情地称德灵为 心事的满足妇女 并推崇道 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 朴实无华的著作 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 要远胜于其他任何一部名著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清宫二年纪》 曾在申报等国内一流大报上连载 成为了当时人们关注的热点 影响之大令人瞩目 同时也奠定了德灵 作家的地位 自清宫二年纪问世以来 德灵在文坛上 展露头角 声誉雀奇 再加上他擅长用英文书写清宫密文 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外读者们的密切关注 德灵的书 让外国人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了当时的中国 尤其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 灭亡前的细节 不过 对于这本书的封面 很多人表示 有些不解 大家来看 这上面赫然写着 Princess 德灵的字样 翻译过来 却是德灵公主的意思 我们知道 德灵当时只是被慈禧封为郡主 所以公主这个称呼 实际上无从谈起 根据清智 只有皇帝的亲生女儿 才有资格称为公主 除了公主以外 清朝的宗室之女通称为格格 此外 还分为郡主 县主 郡君 县君 湘君 五个人 五个等级 而德灵的父亲 根本就没有满足血统 所以德灵自称为公主 自然就是无稽之谈 有人说这可能是个翻译的错误 因为在汉语中有公主 郡主之分 在英语中 却没有郡主这个称谓 只有公主 所以后来德灵发现之后 也就将错就错 干脆以德灵公主 作为自己的笔名 登在了书上 还有人认为 德灵公主 这个称谓 可能 只是她给自己 起的一个隐晦的笔名而已 目的在于引起读者的兴趣 也许 她希望以公主的视角 来描述慈禧 这位中国最大当权者的私生活 能够引起国外读者的阅读兴趣 也就是说 以德灵公主作为署名 或许 只是为了增加 她的新书的销量吧 1911年10月10日 随着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 辛亥革命爆发 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接着 各省纷纷响应 在南京召开了临时会议 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纪念也改用公元纪念 1月1日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 爱新菊罗溥仪退位 至此 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 封建帝制宣告灰飞烟灭 辛亥革命不久后 德灵便随丈夫搬到了美国的洛杉矶 尽管离开了祖国 但他仍时刻关心着国内的任何消息 德灵把在美国的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了工艺集资上 为了帮助鸡贫鸡肉的中国 他不停地奔波于各处发表演说 然而当时西方许多的民众 并不了解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德灵很是为此苦恼 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让世界 注意到中国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 1930年的时候 美国福克斯影音新闻 想要采访德灵 并录下视频 德灵立刻欣然接受 他觉得 这是一个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绝好机会 您住位好啊 我想住位不懂中国话 所以我现在要说英国话 可以开始吗 是的 好的 好 世界今天 正在通过最终的 终于人们看到了 和一个真正的希望 能够做出事 和战争 是被发生的 平均上 和人们 能够做出事 只能够做出事 与一切 和解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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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一国之后 由我来自此国 此刻 通过我的写真 和读写 我勉勉弃 为解采论 更好的解采论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presenting the beautiful, artistic and cultural side of Chinese life. I am grieved that this side of Chinese life is very little known here. Although China is a very old country, she is a young republic. She is striving mentally to develop and become up-to-date. This will take time, but the Chinese flapper is not far behind her American sisters in her desire to become emancipated. Rapid transportation has brough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each other's doorway, and the greatest stride of all has been the movetong. To address the millions of people who listen movetong news, I feel especially privileged and grateful. 德林的目的達到了, 她讓更多的人知道了中國, 繼而主動去關注和了解她. 1935年秋天,德林最後一次回國探親, 她在上海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 她的內心被苦難的祖國深深地刺痛。 自1931年918事變爆發後, 東北三省流落於日本的鐵蹄之下, 大量的中國百姓被殘忍殺害和流離失所。 在德林回國這一年, 季中22個縣淪陷。 北平學生的129抗日救亡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德林看到了用生命在奮起反抗的中國人民, 看到了一個不願屈服的中國。 她內心深處希望祖國富強的願望, 又被重新喚起。 1937年, 全民族抗戰爆發。 德林的報國溯願終於得以實現。 1938年, 宋慶陵在香港創建了保衛中國同盟, 致力於戰時的醫療救濟和兒童的保健工作。 德林通過各種方法和渠道向海外華僑和國際社會宣傳抗戰的真實情況, 募集大量的資金藥品及醫療支援抗戰。 與海外同胞一起募集了大量的物資。 這些物資運回國後, 通過宋慶陵的精心安排, 被運往各個抗戰根據地。 早在美國的時候, 德林和丈夫懷特生下了兒子塞迪斯, 過上了普通女人的家庭生活。 兒子聰明、伶俐、活潑好動, 給德林帶來了人生中快樂的紀念時光。 然而, 天有不錯風雲。 1927年的時候, 小塞迪斯不慎得了肺炎, 最終, 以醫治無效而死亡。 兒子去世之後不久, 丈夫懷特也移情別戀, 離開了德林。 終年喪死, 丈夫又離開了自己。 德林內心的滋味可想而知。 此後的日子裡, 她一直孤身一人生活。 1942年, 德林從上海返回美國之後, 只身搬到了加州伯克利。 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漢語。 在授課過程中, 她常常飽含深情地講起在宮中的那兩年時光。 1944年, 在美國加州伯克利的卡爾頓酒店前, 德林在趕往學校上課的途中, 不幸遭遇車禍, 當場身亡。 後來當地警方經過調查後才得知, 德林已經孤身在這個酒店住了兩年的時間。 這位慈禧宮廷生活的第一見證人, 光緒皇帝的英文老師, 將西方先進的文明和生活方式帶進了滿清宮廷, 又將那個時代真實的中國和宮廷 展現給世界的一代奇女子, 最後竟然如此孤獨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她所記錄下的清末民初的中國宮廷生活, 為後人留下了一份難得的史料和歷史文獻, 為後世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佐證和參考。 她的生命如同昙花一現, 但她傳奇般的經歷卻在短暫而腐朽的清末歷史中 成為一抹難得的亮色。 我心想要把整個圓的食品都在想, 我心想要把餐劍都在等著。 我心想要把整個圓櫃的禦物都在進入來, 我心想要把的語句 APPLAUSE 我心想要把整個圓抹裡面的動物都在明天, 我心想要把整個圓的核沈 碗文在深淵 22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